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统的讲座的看法我收入是很少的 对大家来讲这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这样的价值观有没有可能被改变 33岁做人生的抉择要一个大转变是很困难还是很简单的事情 准备了 梦想归梦想 现实还是要不完 我真辛苦 我让他希望他能够赚钱啊 我怕他会担心我就跟妈妈说 先撇开很多其他东西 所以我自己来讲 就是我现在对我在做的事情感到是在反抗 为了要打拳 婚姻也完掉了 让你受教育 然后他去打拳不太能接受啊 我觉得 就算你打到世界冠军又能怎样呢 我做金融业 我刚好打了一波高峰 所以那几年是我收入最高峰的时间 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不错 可是我在内心的自我肯定感反而是降到谷底 在国外他们是比较不会干涉小孩子 那台湾的话就是不一样的 从我决定这件事情 其实我家人不太能接受这件事 就关系有点微妙 希望以后可以把这个状况解决吧